就是他們四個人 連手虐打殺死被害人 卻一個一個頭低的不能再低 不敢面對 兩名被害人 其實和嫌犯一樣都是車手 疑似私吞了55萬元的贓款 沒有上繳被發現了 19號嫌犯連手 將兩名男子押到許姓嫌犯的住家囚禁 恐嚇要他們叫出前來 過程中還不停對他們虐打 連球棒都被打完 根據死者的喪事 有找到一支鋁棒 凹掉的鋁棒 還有一個火焰噴槍 那經了解 犯險也確實使用這個噴槍 還有鋁棒來淋虐 拿著絲襪套頭 細鬧玩笑 這個時候兩名被害人 還跟他們一起被關在民宅裡 一群人打人囚禁 卻還在裡面玩耍 但當天下午 其中一名鋁性嫌犯 只鋁棒毆打兩人 卻沒有想到 其中一名鋁性男子 因此活活被打死 事後更要令一名少年報案 謊稱男子是突然保庇 看傷勢是臀部 手臂 腳底板 還有背部 許姓祖賢 臉書上完全看不出 竟然是如此心狠手辣 警方事後到場 將打人的四名嫌犯 全移送法辦 更救出少年 現在也要深入調查 幕後 集團黑獸 這是黃家聯員兵 SNGL組 台中報導